行車經過臺中公園 旁邊合作大樓 繞一圈 觀察居民住戶的作息 一如往常 居民口中說夜裡才會出現 在這裡的就是平面媒體所揭露 從事特種行業者 上午十點鐘左右 穿著清涼略有打扮的女性 出現在其樓邊 一發現探問特殊問題 隨機掉頭走人 一早做生意的攤商 看著特殊行業 在這裡的生態演變 很有感 臺中城區的老舊建築裡 特別在臺中公園旁上 演祖結人口招攬生意的情節 始終不滅 當地居民長期深受騎擾 特種行業者在這裡的夾縫中生存 二零二二年才過七個月 警方對此展開茶器 就先後發動了一百六十次 即使警方掃蕩 不過這股風氣 卻是春風吹右升 長期生活在這裡的居民看透 之後 卻也無奈只能繼續期盼 這怎麼管理這個 要市長才有這麼多 有的主機才有這麼多 我們都沒辦法 市長如果要參與我們也沒辦法 下輪星期五臺中 綜合報導